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今天下午继续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医疗物资生产保障及储备工作情况 请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司局负责人等回答记者提问 现在发布会马上开始 一起进入发布会现场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下午好 欢迎参加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 医疗物资生产保障工作 我们请来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 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立斌先生 消费品工业司副司长曹学军女士 装备工业医司副司长陈克龙先生 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刘靖珍先生 请他们就保障医疗物资和重点药品供应 补齐高端医疗装备短板 医疗物资应急调运等来回答媒体的提问 首先通报一下疫情情况 4月7日零时至24时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确诊病例62例 其中59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分别为山西25例 黑龙江25例 上海5例 广东2例 北京1例 浙江1例 三例为本土病例 分别为山东2例 广东1例 新增死亡病例2例 其中上海、湖北各1例 新增疑似病例12例 其中1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 1例为广东本土病例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112例 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2295人 重症病例减少22例 境外输入情况 现有确诊病例714例 其中重症病例23例 现有疑似病例82例 累计确诊病例1042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328例 无死亡病例 截至4月7日24时 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现有确诊病例 1190例 其中重症病例 189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77279例 累计死亡病例 3333例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 818802例 现有疑似病例 83例 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 715854人 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 13334人 湖北 当日无新增确诊病例 无新增疑似和现有疑似病例 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69例 新增死亡病例 1例 均为武汉病例 现有确诊病例 448例 其中武汉 445例 这里边 重症病例 158例 其中武汉 155例 累计治愈出院病例 64142例 其中武汉 46991例 累计死亡病例 3213例 其中武汉 2572例 累计确诊病例 67803例 其中武汉 508例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137例 其中境外输入 102例 当日转为确诊病例 11例 全部为境外输入 当日解除医学观察 64例 其中来自境外输入 8例 尚在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 1095例 其中境外输入 358例 累计收到 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 1355例 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 935例 澳门特别行政区 44例 台湾地区 376例 4月7日 现有本土确诊病例 降至500例以下 尚在医学观察的 密切接触者数量 连续7天下降 现有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中 境外输入所占比例 持续增大 关联病例 散发出现 随着武汉市 解除离汉通道管控 人员流动加大 要坚持应急处置 与常态化防控相结合 针对关键环节和风险点 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以上是疫情情况 下面进入今天的现场提问环节 请各位记者朋友围绕今天的发布主题 进行提问 提问前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 好 请举手提问 第一个问题我们请右侧区第一排 第二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总台央视记者提问 李克强总理明确提出要求 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 增加紧缺医疗物资的生产 那工信部是怎样保障供应的 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谢谢 好 我们请黄立斌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感谢您的提问 疫情发生后 医疗物资需求呈现出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又恰逢春节期间 部分企业提供停产 给保障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 工信部与医疗保障组 工信部与医疗物资保障组各成员单位 协同配合 多错并举 建立完善了四个体系 扎实组织医疗物资的生产供应 迅速扭转了医疗物资紧缺的不利局面 四个体系主要包括 一是统一的指挥调度体系 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 成立了由工信部牵头 发展改改委等十几个部门 参加的医疗物资保障组 每日按照全流程管理 对各类物资进行统一的调度指挥 二是精准的需求递接体系 与中央指导组 及国家卫健委 等每日递接 汇总各地区各部门需求 特别是对湖北地区保障 按照三天一滚动的计划 精准安排生产保护工作 三是全产业链生产保障体系 汇总有关部门 提出了一系列的财税金融措施 协调药监部门 加快生产资质审批 支持企业转产扩能 强化上药油产业链保障 针对医用防务府等重点物质生产企业 派出驻厂特派员 帮助解决生产设备 原材料运输等问题 四是零和高效的输出调拨体系 组织国药集团等输出企业 对企业生产物资进行了临时的输出 搭建了国家重点医疗物资 保障调度平台 疫情防控最吃紧的时候 平均每三小时调度一次医用防务的生产 和发货情况 统出兼顾 确保重点 优先保障武汉地区的需求 同时兼顾其他地区预行防控的需要 截止4月2号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疗物资保障组 拟据为湖北等地区 调拨了医用防务服超过800万 800余万件 医用隔离服 医用隔离面罩 眼罩 165万个 免洗手消毒液 357灯 手持红外车温仪 66万台 负压救护车 1000余辆 呼吸机等医疗救治设备 超过了7万台套 为湖北省 乃至全国的预行防控工作 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左侧区第四排 靠过到第一位女记者 谢谢香港中评社的记者 我国在医疗物资积极出口 支援全球防疫的背景下 国内的口罩 防护服 测温仪等医疗物资的产能情况如何 是否能够满足国内疫情防控的需求 谢谢 好 我们请曹雪军女士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你的提问 通过全力的动员复工复产 支持企业既改扩产 开辟绿色通道 加快生产企业资质审批 加强人员 设备 原辅材料 运输等 关键环节的协调 口罩 防护服 隔离 眼罩 面罩 测温仪等医疗物资 产能产量大幅增长 截止到4月5日 一次性医用防护服日产能达到150万件以上 医用恩经国口罩日产能超过340万只 医用隔离面罩 眼罩达到29万个 全自动红外测温仪日产能1万台 手持式红外测温仪日产能40万台 当前海外疫情加速蔓延 国内防疫形势依然严峻 防疫物资的需求依然较大 从供需情况看 医用防护服 医用防护口罩 医用隔离面罩 眼罩 测温仪 呼吸性产能以基本能满足国内的需求 企业也正在禁地组织扩大出口 下一步 我们将加强产业链的协调 引导企业优化产品结构 精准对接国内外的需求 严格指导企业执行相关标准 确保产品质量 为国内外抗击疫情继续做出贡献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我们请右色区第二排 考古道第一位外媒女记者 好 请把问题翻译一下 中安卫视的记者 现在全球的疫情不断攀升 中国的医疗物资在大量供给出口 那请问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物资供应能力 能不能跟得上不断攀升的国外订单需求 好 我们请黄立斌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您的提问 中国是医疗物资的生产大国 应对疫情防控需求 我国各立呼吸机 医用防务服 医用口罩等重点医疗物资生产能力 快速恢复 并实现了扩能扩产 为有效防控疫情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保障本国疫情防控的同时 我们的企业加班加点 正千方北计 为全球抗疫提供支持 根据全球疫情蔓延 扩散的态势在扩能扩产 但也应该看到 在庞大的国际需求面前 我们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同时还有诸多因素 制约着我国医疗物资产能的发挥 和供给能力的提升 比如全球媒体关注的呼吸机生产 就受到全球化的核心零部件 供应不足的制约 我国的产能不足全球的五分之一 即使在关键零部件 保障供应的情况下 想完全满足全球疫情防控需要 这也是不太现实的 再比如防务服的全球保供 也受到中外质量标准 使用习惯等差异的制约 五个防务服目前的日均产量 已经超过了150万套 理论上讲满足国际市场需要的问题 不太大 但这些防务服是分别按照中国 美国 欧盟 日本等不同质量标准体系生产的 与进口国和地区的相关要求 并不完全匹配 近期商务部海关总许 国家医药监督管理总局 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和国家药监局市部门出台规定 要求出口的检测式机等五例产品 国内生产必须获得我国药监部门的资质 同时要符合进口国和地区的质量标准要求 在中国疫情防控形势向好 国外疫情蔓延加速的时候 我们愿意对有功国家和地区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鼓励企业用高质量的中国产品 去服务国际社会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我们请左社区第五排 最靠边这位女记者 您好 总台央视财经记者提问 在疫情防控期间 国内医疗装备生产企业提供了积极保障 但是在保障过程中 也出现了一些短板和弱项 之前工信部已表示 将加快补齐高端医疗装备短板 那么请问我国医疗装备行业的现状如何 下一步又有什么推动发展的具体举措 谢谢 好 我们请陈克龙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您的提问 医疗装备产品品种多 产业链长 技术含量高 国际化发展程度高 2014年以来 工信部 国家卫健委 建立了推进医疗装备发展的合作机制 共同推动我国医疗装备 扩大产业规模 健全产品体系 提升技术水平 2019年全行业实现营业收入约3,170亿元 超生治疗 PAT-CT等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深圳麦瑞 山东新华 北京乐浦等企业进入全球医疗行业50强 据中国医学装备协会统计 此次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医疗装备生产企业 已经累计向全国提供医疗装备 11.5万余台 其中向湖北提供超过38种 也超过7万余台的装备 其中心电监护仪 血液透析机 血气分析仪等大部分医疗装备 满足了疫情防控 患者救治的需要 为打赢疫情防控 主机站奠定了物质基础 但是在此过程中 也凸显了行业发展存在的一些短板和弱项 如ECMO等高端医疗装备 国内企业无法生产 有创呼吸机等供给不足 部分产品性能有待提升 标准体系尚不健全等 3月2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 新冠肺炎防控科研公关工作时 强调要加快补齐 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短板 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公关 突破技术装备瓶颈 实现高端医疗装备自主可控 我们正在组织医疗卫生 医疗装备等领域的专家 深入梳理医疗装备的短板弱项 研究采取切实管用的措施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零部件和装备瓶颈 加快补齐我国高端医疗装备的短板 谢谢你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我们请左侧区第三排第三位女记者 方便新闻记者提问 我想问题是提给国药集团的 我们知道国药集团是这一次的国家 医药应急保障体系当中的重要一环 那么在此次疫情当中 国药集团在做医药应急体系的保障工作当中 跟此前有哪些不同 谢谢 好 我们请刘静珍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您的问题 此次疫情期间 在医药应急保障与过去相比有三点不同 一是过去发生的疫情或一些重大事件 是局部的 区域性的 这次疫情是全国甚至是全球性的 二是过去的疫情 只涉及到一部分人口 这次的疫情涉及到每一个人 三是这次疫情的传染性强 新冠病毒的传染性要远远大于SARS 对防疫物资的需求要远远大于药品 此次疫情期间 医药物资掉拨的数量非常大 品种非常多 涉及的地点机构非常广 工作艰巨而繁重 我们之所以能不服纵托 不如使命 圆满完成任务 主要原因 一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医疗物资保障组和工信部的 有力领导和指导 保障了物资调配工作 高效有序 措施有力 二是我们超前谋划 统筹部署 一月二十日集团对中央应急保障工作完成了全面自查 做好了应急保障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月二十二日就成立了应急保障医药物资总指挥部 对全系统进行了动员和部署 三是我们在历次重大救灾抗疫行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的经验 建立起一套高效运转的中央应急保障应急调运系统 建国以来一直承担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医疗物资保障工作 长期实践中 我们建立健全应急保障机制七十余个 形成一套适合自身特点的医药物资调配应急管理体系 四是我们建立覆盖全国的医药流通 渠道网络 国药集团现有五个全国性区域物流枢纽 四十一个省级医药物流中心 每个省至少有一个省级物流中心 还拥有五百多个地市级物流仓储中心 六千多个零售连锁药店 形成一个网络严密的应急保障体系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我们请左侧去第一排 靠过到第一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经济日报社记者 我想请教一下 疫情发生以来 工信部采取了哪些措施 推动医药行业复工复产 来保证疫情期间 重点药品的生产供应 谢谢 好 我们请曹雪军女士 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您的提问 药品是疫情防控的 重要物质基础和条件保障 用于医疗一线的致病救人 减少患者的存量 物资保障组一直把医疗保障 药品的保障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 加强重点药物的生产监测 全面推动医药行业复工复产 加强原料药的生产供应协调 督促企业扩产改造 全力保障重点药物的生产供应 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开展防控药物的生产监测 第一时间建立了国家重点 医疗物资的保障调度的平台 对药品等重点的医疗物资生产 复工复产情况进行跟踪监测 监测的范围从药品来看 监测的范围从最早的15种药品 扩大到了目前的34种药品 和78种中药影片 目前监测产品的产能恢复力 已经达到正常水平 大部分产品供应充足 二是组织重点药物的生产 密切跟踪 新冠肺炎药物研发公关的进展 在相关药品纳入诊疗方案后 确保稳定充足的供应 实现药等人 对诊疗方案中的磷酸氯葵 阿比多尔 法比拉维等都加大了协调力度 在二月初全面恢复了生产 截止到目前 磷酸氯葵日产能达到10万人份 累计生产67万人份 阿比多尔日产能5万人份 累计生产80万人份 法比拉维日产能1.15万人份 累计生产了13.75万人份 三是加强临床救治中药的生产调度 纳入诊疗方案的14种中床药 我们都进行了及时的监测 如莲花氢温 金花氢感的一些重点的品种 企业一直是满负荷的生产 库存相对充足 市场供应有保障 截止到目前 莲花氢温胶囊日产能达到了200万核 有库存3000万核 金花氢感的日产能达到了2.6万核 库存有40万核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生产的调度 协调解决企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全力保障重点药品的生产供应 谢谢 好 请继续提问 我们请右侧区第二排 第三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我是总台央广记者 那么刚才黄礼宾局长也提到 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 国外对有创呼吸机的需求在大增 此前工信部曾经也表示过 我们已经紧急向国外提供了 有创呼吸机1700多台 请问目前数字是否有更新 另外国内的呼吸机企业 复工复产情况怎么样 能否进一步提升攻击力 谢谢 好 我们请陈克龙先生来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您的提问 呼吸机是主要用于辅助和控制患者 呼吸的医疗装备 一般分为有创和无创两种 有创呼吸机一般用于 重度呼吸衰竭患者的救治 此次疫情发生以来 我国主要呼吸机生产企业 在春节期间紧急复工 一直在全力生产保供 截至目前累计向全国供应 各类呼吸机近2.9万台 其中向湖北供应近1.8万台 含有创呼吸机3000台 刚才您提到的向国外的数 据我们向主要生产企业了解 目前达到向国外的呼吸机 供应应该是达到将近1.8万台 这几天是有一定的增长 其中有创呼吸机达到4000多台 近期随着国外疫情的蔓延 对有创呼吸机的需求急剧增长 有创呼吸机成为最紧缺的医疗物质之一 为了给国际社会抗击疫情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一方面我们积极推动国内企业 加快生产提升产能 帮助解决整机配套企业生产中 出现的原料用工等问题 近期我们还专门协调6个省市的 呼吸机生产配套企业 强化零部件的供应保障 另一方面 督促企业抓好质量管控 指导企业严格对照 我国和出口国家的标准组织生产 保障产品质量 目前我国呼吸机生产企业 都在加班加点 前方百计为全球抗疫提供支持 并按照市场化的原则 与国际上各采购方进行商务洽谈 后续我们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 支持主要生产企业 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 积极协调 加大关键零部件供应力度 帮助零部件和整机企业 稳步增产扩产 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 加强质量管控 提高供货能力 为全球疫情防控 社会组织 国的呼吸机的生产能力 要有一个清醒 准确的认识 就像刚刚黄黎兵局长提到的 在关键零部件 保障供应情况下 我国有创呼吸机的周产能 约2200台 产能不足全球的五分之一 想满足全球疫情防控的需求 是不现实的 另外呢 有创呼吸机是高端医疗装备 设计生产和临床验证 都必须经严格准入和认证 周期很长 主要零部件的供应 有国内的 也有国外的 随着疫情蔓延呢 零部件已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因此在疫情影响下 通过扩产 转产 实现大规模的增产 短期看基本不可能 长期也有困难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右侧区第四排 最靠边这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杨成晚报记者提问 我们都知道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点是 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那想问一下工信部 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 医疗物资保障 以及复工复产方面 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谢谢 好 我们请黄立斌先生 来回答这个问题 感谢你的提问 面对当前境外疫情 曾加速蔓延的态势 我国疫情输入的压力 也在持续地加大 需要统促做好 国内医疗物资保障 和力所能际的 为境外疫情防控 提供支持 我们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 开展的工作 一是统促做好 国内重点地区的 保供工作 与各地区 各部门 加强对接 及时了解物资的需求情况 为疫情防控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在继续做好 维持一级响应级别的 金 金 剂 恶等四个省份 医疗物资保障的基础上 加强于12个 指定航空第一入境点 省的指导帮助 12个入境点 已公布 我们急于 所在的省份 进行了递接 了解医疗物资需求 并做好 保供工作 同时进一步 加大各边境口岸 和中本风险地区 所在省份的 医疗物资保供的力度 二是全力配合 地外援助和出口工作 根据国际市场需求 进一步组织企业 做好生产和出口工作 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帮助其他地区和国家 为全球运行防控 扩大中国制造的贡献份额 根据我部 对驻外使领馆电报的 梳理统计 截止三月底 共有一百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 向我提出 相关物质需求 涉及防务服 口罩 呼摸镜 测纹仪 呼吸机 药品等 国务院 国务院已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 我们将配合 外交部和商务部 国合署 等有关部门 组织落实 相关物资的 生产供应工作 三是组织指导 重点医疗物资 前列条的 复工复产 按照中央统筹推进 复工复产 预行防控指南 同时加强 防护物资保障 继续 组织指导好重点 医疗物资 前产链的 复工复产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右侧区 第三排 靠国道第一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记者提问 我的问题是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应对过程中 医疗物资保障应急体系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请问这个医疗物资保障 应急体系 具体有哪些内容 另外在提升 应急医疗物资的 储备效能方面 有哪些方面需要提升 和完善 谢谢 好 我们继续请 黄黎斌先生来回答 这个问题 谢谢您 前面我也说了 此次疫情发生 恰逢春节的假期 除少数流程式行业外 多数企业停工停产 员工回家过年 异地探亲人员 数量也庞大 初期 企业风附产 面临了非常大的困难 而预行防控形势 又导致 医用物资需求 突然放倒到北壁 甚至千倍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保供压力非常巨大 为有效应对疫情防控的需要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下 建立了医疗物资保障组 并由我不牵头负责相关的工作 主要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首先在生产能力 尚未恢复的情况下 紧急调拨 医用物资储备 为随后医疗物资生产企业 复工复产 争取了最大的时间窗口 在多部门通力的配合下 紧急启用医药储备 第一时间为湖北组织调运 相关的重点医疗物资 为一线抗疫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同时针对暴涨的医用物资需求 迅速组织企业复工复产 动员相关企业快速的转产扩能 显派近80名私局级和处级干部 作为助企特派员 协助企业解决原辅材料短缺 工人防港困难 交锋运输宿主等问题 最大程度的满足了疫情防控的需求 第三 加强中央和省级医药储备联动 保障医疗物资的持续供给 依托中央医药储备的应急响应机制 人员队伍 仓储配送网络管理体系 通过紧急恢复和扩大产能 建立临时输储和调运机制 加强于防御一线有效地接 高效保障了重点地区的医疗物资需求 经过多方的努力 医疗物资保障 在短时间内实现了 从供给严重不足 到供需仅平衡 再到有效需求 基本得到满足的转变 应该说医药储备 在这次运行防控中 实际保障飞点 禽流感 温泉地震 甲流等灾害运行后 再一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也应看到 我们的储备模式 还有待进一步的优化 在保证适量物质 食物储备的前提下 应更加注重产能的储备 和技术的储备 另外一方面 地方储备规模较小 储备形式较为单一 也不适应疫情防控的需要 下一步 为提升应急医疗物资储备效能 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 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 一是更加突出生产能力储备和技术储备 确保即时统一生产 快速增产 加大核心技术和生产工艺研发投入 推动防控药品应激研发和产业化平台 以及应急医疗物资共性技术平台的建设 加强药品育苗 检测试机 高端医疗装备和防护用品的研发 二是调整优化食物储备品类和规模 根据风险评估 及时动态更新应急医疗物资的分类和储备目录 科学调整储备数量 提高食物储备利用的效率 三是渐渐统一的储备体系 分级布局物资储备 扩大储备的规模与资金的投入 引导医疗机构和社会组织 扩大应急医疗物资的储备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左侧区第一排 靠边这位女记者 谢谢主持人 健康报记者提问 我们知道疫情防控的初期 医疗物资非常的短缺 请问这暴露出了 我国医疗物资保护方面 存在哪些短板 下一步我们的国药集团 将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作用 谢谢 好 我们请刘静真先生 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您的提问 疫情发生以来 国药集团积极配合工信部 做好医疗物资保障工作 全系统1500家单位 15万国药人全员动员 全线出击 全域作战 全力以赴 以战时状态做好医疗物资 应急保供等各项工作 截止目前 累计向全国各地 调运防护服等防疫物资 8.5亿件 其中调往湖北武汉3.2亿件 春节期间 我们科服艰难险阻 在全球范围内 筹措医疗物资 从30个国家和地区 采购防护物资 现在也在开展国际援助 和国际政府间采购 以8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签约3.6亿件 以向64个国家发货1亿多件 支援全球战役 当然在疫情初期 因为当时春节期间 当时是防护物资 防护物资 比如说口罩 防护服发生了短缺 但是其他 尤其是储备的药品 并不缺 我们发挥生物健康 全产业链的优势 在药品疫苗研发公关 应急生产 医疗救治 综合保障等四个方面 全力保障医疗物资的供应 彰显中央企业 国家队主力军的责任担当 一是在药品疫苗科研公关方面 中国生物北京和武汉等六个生物制品研究所 率先研发出新冠病毒核酸分子检测试剂盒和抗体检测试剂盒 首批通过国家药监局的认证 率先提出康复者血浆治疗方法 获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推荐使用 被纳入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 率先研制救治重症 微重症患者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和当克隆抗体 率先研制夺取抗击疫情全胜的新冠疫苗 现在取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二是在生产制造方面 我们加大马力保障各类救治药品及时供应 提供了充足的弹药 在国家卫健委诊疗方案中 推荐使用的药物大约是105个品种 我们集团所属的中国中药 上海现代制药 天滩生物等100余家生产企业 可自主研发生产91个品种 并可提供全部药品的供应 三是在医疗救治方面 国药国际所属64家医疗机构 15000名医护人员全部投入疫情防控 尤其是湖北地区的6家医院 4200余名医护人员和池原武汉 金银潭医院等百余名医护人员 始终奋战在最前沿 四是在综合保障方面 在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工程设计施工 医药物资设备供应 服用器械 消毒灭菌等各个方面 国药控股 国药工程等多家企业 做了大量综合服务保障工作 谢谢 好 谢谢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右侧区第五排第三位女记者 好 谢谢中心社记者 请问疫情发生以来 工信部主要采取了哪些措施 来推动原料药企业保障生产供应 谢谢 好 我们请曹雪军女士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 谢谢你的提问 大家知道我国是化学原料药的最大的原料生产国 原料药的生产企业有1500余家 2019年产量是300余万吨 出口是100余万吨 我国维生素 抗生素 解热震痛类等原料药的产量占全球60%以上 部分产品能达到80%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高度重视全球医药产业供应药的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26日G20成员国领导人峰会上郑重承诺 中国将加大力度向国际社会供应原料药 李克强总理多次批示要对原料药行业生产给予必要保障 伯伯按照国务院领导中央领导的要求 全面梳理了原料药的产业链 对30余家重点企业开展生产调度 解决企业供应链的读点 推动企业既改扩产 协调物流运输等问题 确保重点产品的生产供应 维护国际供应链的稳定 从目前来看 今年一季度原料药产量与去年基本持平 原料药生产已全面恢复 受近期物流运输困难等影响 原料药实际出口量较去年减少了20%左右 但与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的原料药实现了逆势增长 比如维生素C 我国年产量约15万吨 占全球产量的90%以上 今年一季度产量已去年基本持平 出口同比增长了10%左右 又如解热阵痛药 普洛西痛 国内的年产量近8万吨 占全球产量的60%以上 今年一季度产量同比增长了20% 出口量增长30% 硫酸枪氯葵 全年的产量100吨 今年一季度的出口已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水平 当前各国应对疫情大幅度减少了航班海运的能力 出口的国际运输困难加大 下一步 工信部将加强与世卫组织 外商协会跨国要企的对接 重点解决跨国运输等问题 保障国内国际的市场供应 谢谢 好 谢谢 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提一个问题 请继续提问 好 请右色区第五排 这位男记者和郭道里面男记者 谢谢 我是来自中国电子报的记者 在这次疫情的物资保障过程中 请问工信部是如何发挥信息平台的作用的 下一步还会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进一步发挥平台的作用 谢谢 好 我们请黄黎斌先生来回答最后这个问题 谢谢您的提问 在此次疫情防控医疗物资保障的工作中 我不紧紧组织组织 开发了国家重点医疗物资保障调路平台 主要用于收集 统计 分析 监控 调度 过滤重点医疗物资企业的产能 产量 库存等情况 统筹线上线下实现对防务服务药品和检测试剂 专用医疗设备等重点医疗物资供给能力的及时监控 2月1日李克强总理专门视察了平台的运行情况 截止4月1日平台覆盖9个大类116个中立 医疗物资产品收入企业2656家 基本实现了对医用防务服等重点医疗物资生产企业的全覆盖 实现了分区域分类别的企业产能产量库存 周转保供情况的监测 为重点医疗物资保障科学决策提供了信息参考 下一步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平台的功能建设和推广应用 优化完善重点医疗物资公息平衡和调度功能 充分应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 整合各方资源 将平台建设成及信息采集、分析研判、统筑调度及辅助决策等功能语体的综合信息平台 同时,逐步扩大应用场景 分类执进应激物资产品目录和生产企业名单 定期开展应激物资及上压油产业链等生产能力调查监测 推动重点医疗物资信息开放共享 实现集中化、集约化、智能化管理 谢谢 好,谢谢,谢谢几位嘉宾 今天几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医疗物资生产保障工作的相关情况 明天的发布会 我们将围绕应对疫情影响、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 届时我们会请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商务部 相关四局的负责人来回答媒体的提问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